今天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有一个习惯 这个习惯呢 是 我想每一位呢 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站起来 好吗 然后左边 看一下右边看一下 慢慢来 左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 左边看一下 右边看一下 你知道我讲到的时候呢 我很需要有人 支持我就是 坐前面的位置 好不好 等一下还没有还没有再讲 然后呢弟兄们呢 先来找一个弟兄 姐妹们找一个姐妹 然后呢跟他 抱一抱然后告诉说 耶稣爱你上帝祝福你 耶稣爱你上帝祝福你 我看到一些弟兄 他在等着你 一些弟兄没有人去抱抱的 你会给他抱抱 姐妹没有人抱抱的 给他抱抱 然后说耶稣爱你 上帝祝福你 然后呢 尽量的走到前面来好吗 前面的位置 前面的位置是 一等位置 好不好 帮一个忙 就前面坐满了一下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呢是复活节 我们知道是复活节 那复活节的时候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圣经怎么对复活 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然后呢也要看一看 将来我们的复活之后的身体 又是怎么样 我们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 一个人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它是说 我们要把它备注的是在 一起来说 以佛所书 一起说 以佛所书 第二章第六节 来说 第二章第六节 好 我们一起念好吗 他又叫我们 以基督 耶稣 一等复活 做什么 阿妹 恭喜他们说 耶稣要叫你 跟他一同复活 一同在哪里 坐在天上 坐在天上 坐在天上做什么 坐在天上做什么 跟他们一样讲 假斗啦 不见话都假斗 广东话叫做什么 不知道 广东话假斗叫什么 一同吃饭 一起来说 一同吃饭 那我们知道 吃饭就是家人的事情 我们一同吃饭 在家里一同吃饭 所以这段经文 一定要记得了 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式来念 好吗 来 他又叫我们 耶稣基督 一同复活 一同吃饭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那我们再看 在哥林多前书 第15章13跟14节 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温然 我们所信的也是温然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知道今天 不是所有相信你的人 都在庆祝一个节日 这是复活节 主啊 这日子是真的 这日子也在写在历史上的 不单是在圣经里头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 主啊 很多证据说明了 主耶稣你真的复活了 主啊 这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 许多的科学家也证明 主啊 你是复活的主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相信神的话 我们也相信 这科学所记载的 但是我们更相信 主 你在我们身上的 你要叫我们一同复活的真理 主 谢谢你的祝福 祷告 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在我们的整个信仰当中呢 有一个叫做 信念里面 有一个叫做 使徒信经 有吗 我们有一个使徒信经 那么这个使徒信经里面呢 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么这个使徒信经里面 它是这么说的 我们这里有背使徒信经吗 有 一起来背好吗 来 一二三来说 我信上帝 全人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应 从同真理玛利亚所生 在本比拉多手下受害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 从死里复活 他升天 坐在全能赴上帝的右边 将来 必从哪里降临 审判 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这是我们在整个的信仰当中 讲到我们讲到基督教的时候 我们都会不断的温习这个使徒信经 这就是我们的根基 阿们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不单单是相信他为我们的罪受死 我们也要相信他从死里复活 但是我们不单单是相信他从死里复活 这些的神学的 但是我们相信我们 凡信他的人 也必要复活 阿们 所以呢 在以佛所书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一到八节的时候 他有一个图案 有一个图像 给我们看见 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之前 我们是怎么样的 然后也给我们一个确据 我们死了以后 会相信他之后 会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一步一步的慢慢来 好 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好吗 来一二三来说 你们使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 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学从今世的风术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博命之子心中应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 也都属在他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意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气息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 神既有丰盛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他叫我们以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他要得到丰盛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子爱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也因这信 并不是处于自己 乃是神所示的 给我们看见一幅图 我们以前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 他说以前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 他叫我们活过来 为什么我们死在过犯之中呢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行善 但是行出来的总是不能 因为我们看不见 有一个力量 邪恶的力量正在地上运行 牵住我们 做了很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 今天早晨的时候 我起来 就收到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里面 他是讲到最近科学的一个研究 那个研究就讲到说 有一个叫做黑暗的距离 也有一个叫做暗的力量 他说在宇宙中 现在在研究很多宇宙的天文学的 不久之前 他们说他们发现了黑洞 他说这个黑洞呢 就是光不能够穿过了这个洞 这个洞呢 这个黑暗就在这个洞里面思维 他又发了全世界的卫星 发远结起 这个望远镜 卫星站所有联合起来 后来发现了这个黑洞 叫整个的科学界 金汉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洞 黑了 但是全部周围都是光的 而且那个光在那个 极速的旋转里面 他说他们发现了黑洞 然后他说整个宇宙 现在的那个倍增的数目次 加速这个宇宙不断的在扩张 他说那个能量从哪里来呢 他说以前的时候 好像是两个星球 他们有这种互相的磁力引力 所以保持着那个距离 在那里旋转 但是最近科学家又发现一件事情 他说原来在这两个距离里面 星球和星球之间 那个引力 其实不足够让他们在那里运转 后来他们又发现在这个引力 两个星球当中 有一个黑暗的地方 光不能穿过 当光要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就会反着就离开了 所以他们叫做黑暗的力量 现在他们找不到 是什么原因 基雄姐妹我讲到是什么 他说科学家现在伤透了 他不能够解释 这些宇宙中的奥秘 他们的伤进脑筋 他说他们花了多少年 几百年在那里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 发现他们懂得越来越少 我们也是一样 关于这个神的话语里面 讲到这种看不见的东西 讲到这个复活的东西 我们的知识里面有限 但是也必不能够影响我们 因为科学家不能够解开这个东西 但是他们仍然相信宇宙当中 有一个不能够解开的力量 更奥秘的是 现在跟科学家 跟发现这件事情 他说我跟你之间的距离 有一个在变化 他在这个变化的时候 有一种可怕到 科学家都害怕的 他是说 有时候我在想的 对方也同时在想 我在想的 同时你也在想 而且是一样的想法 他们可找出来 有这一种的可能 弟兄姐妹们 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怪不得主耶稣说 我对你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阿们 所以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 不要以为只是在读一个文字 而是你在读的时候 里面有生命 耶稣基督的能量在哪里呢 就在他的话语里面 所以他说 我对你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 我们来听神的话 听主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就要留心听 因为那不是小的事情 那是关乎我们的生命 关乎生命的事情 我们就要听 阿们 假设不是关乎生命的事情呢 我们就少听 哪一个明星做什么 哪一个明星关你什么事 你现在告诉我 说日本 在日本哪一个地方 有很好吃的食物 我在这里我吃不到 那这里跟我讲 乙保在这个地方 有很好吃的东西 我吃得到 阿们 所以我们要的 不是讲得这么严的 我们要讲的是现在 今天等一下 在结束的时候 这个复活节跟你有什么关系 如果这个复活节 是关乎耶稣基督 在两千多年前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 耶稣说的话 说复活跟你有关系 今天在这里 这个复活就跟你有关系 阿们 所以告诉旁边说 复活节跟你有很大的关系 你坐在这里 今天你要听这个复活节 跟你很重要的事 所以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 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 来一起说 来 耶稣说 复怎么样叫使人起来 使他们活着 只也照样造自己的意识 使人复活 再念一遍好吗 复怎么样叫使人复活 使他们活着 只也照样谁自己的意识 使人复活 来第二次 第二段 耶稣对他们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然后请你 加上一个字 说耶稣对我说 复活在他 生命也在他 我信他的人 虽然死了 我也必复活 哈利路亚 我们这段经文的时候 那么请问 你复活的时候 几岁啊 我有一个好消息 告诉你 等一下我们再谈 你信他之后 你复活了 你几岁 等一下我们试试看 不过现在先 exercise 运动一下 请问旁边的人说 你几岁啊 你没有几岁啊 你几岁啊 你几岁啊 几岁 现在还知道你几岁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来看 为什么我叫你问几岁 很重要 等一下一定要回来 那么来看旧业的时候 旧业的时候 既然耶稣说 父怎么样叫死人复活 使他们活作 子也照样做 耶稣所做的 是看到父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我们来看旧业里面 父怎么做 来 他说在猎王之下 十二章 十三章 二十一节 有人正埋葬死人 那个有人埋葬死人 忽然间看见一群人 就把死人 丢在以利沙的坟墓里 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 死人就复活起来了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笑话 他说呢 美国有一对夫妇 就到以色列去旅行 后来 这个做太太呢 就心脏壁腹发 死了 那么在以色列 太太死了 丈夫就 请了 那个 一些人来帮忙 要怎么处理件事情 后来那个帮忙 她的人就来问 这个做丈夫的 她说呢 有两种做法 一 就是呢 你把你太太的尸体 运回去 美国 那个丈夫说 请问 如果我要把我的太太的尸体 运回去 美国 大概要多少钱 她说 大概吗 要大概一万块美金 她说第二是什么办法 她说第二 就是 你的太太可以埋葬在 我们的这个坟场 那么丈夫就问 需要多少钱 她说 那就很便宜了 少过一千块美金 那丈夫说 我不需要想太多 我要把我的太太 运回去美国 她说 奇怪 一千块对一万块 相差九千块美金 哇 你真的很爱你的太太 好感动 丈夫说 不是不是 你错了 因为我听说 听说 如果我把我的太太 如果是埋葬在 这个 以色列 这个以色列 万一不小心 我太太的尸体 碰到以利沙的骸骨 让我太太不活 我就麻烦了 碰到他会复活了 这是一个笑话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什么 在这个旧夜里面 已经有死人复活的故事 所以在新夜里面 有没有呢 我们来看新夜里面 也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那就是主耶稣基督 那时候 他有一个好朋友死了 他的好朋友的名字 就是拉撒路 后来拉撒路死之后呢 就埋葬了 放在棺木 放在那个坟木里面 那个洞里面 坟场里面 多少天呢 圣经里面说 四天 我们知道 四天尸体已经腐烂 所以耶稣那天的时候 就按照神的心意 那么就回来了 他本来可以立刻就去找 拉撒路的 但是神的旨意 要他在等 等到他第四天 死了四天之后复活 然后我们看到了 那时候耶稣来了 就叫 这个坟木打开 这个经文那上面已经有了 那么就告诉他说 拉撒路 出来 现在我们来看一幅图画 想想看 那天会是怎么样的 那个石头打开了 里面会有一个实体出来了 请你们是滚出来 还是跳出来 全部包住了 跳出来还是什么 好像僵尸这样 这是一个谜来的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出来的 是不是天使把他刚出来 扶在那边 他帮助了 怎么能够出来呢 我现在还是一个谜 但是我说 那是一个神迹 不是复活是一个神迹 那个人怎么走出来 还是也是一个神迹 那个人怎么样复活 但是我们重点是说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耶稣怎么样叫使人复活 关键在这里 拉撒路复活之后 他是一个身体的复活 有一天拉撒路也会老 他老的时候 时间到了 也同样要面对死亡 为什么 因为拉撒路并没有战胜 长死前 他没有 所以我们了解一下 后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要讲死人复活的 这件事情 见证呢 因为要来见证 耶稣所说的话 父怎么做 子怎么做 而且接下来子要做的 他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看 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他跟拉撒路的复活 就不一样了 我在 机会当中过去的时候 见证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老姐妹 跟我们一起在敬拜 赞美 在祷告 她很投入 忽然间 碰了一声 她的头就创到了 一个角落 一创下去之后 整个的你开始变 眼睛开始发紫发黑 后来脊臀又黑 哇我们不得了 赶快就叫救上车来 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为他擦油啊 擦油擦 越擦越不对 越擦越黑 那么擦擦黑黑黑的之后 救上车来了 只有他的媳妇 可以跟他一起 上救上车 因为媳妇跟他一起来上 来参加机会的 碰下去之后 救上车来了 他媳妇跟他上救上车了 我们的一些的 弟兄姐妹们就驾车 跟着救上车一起 在追逐他 那么在救上车里面 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 只有他的媳妇知道 原来他在救上车里面的时候 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死了 然后呢 我们的同工们呢 在后面开车的 跟着那个救上车 在路上走的 他们就在那里喊 天使天使 天使在那个救上车的旁边 天使 我们其他人看不见 但是有几个人看见 那么进去医院 就紧急 因为已经心脏跳动了 他们抢救抢救 拼命的抢救 你知道多久就出院吗 不到两天后就出院了 后来这个见证 给我们看见 神的拯救 使人复活的见证 却带来了很多弟兄姐妹鼓励 我在想那一天 如果我是真的死的 我这个做牧师的怎么办 他家里的人会被人来控告我 你们都没有照顾我的婆婆 照顾我的奶奶跌下去了 照顾我的妈妈跌下去 死掉了 现在都在你们教会里面 为什么敬拜我 但是我们感谢主 我非常得到安慰 我也见证过 使人复活 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跟我们现在所见的的复活 不一样 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和耶稣复活之后 不再死亡 虽然那个姐妹 当时候跌倒了 就昏死了 进入医院的时候 后来身体复活了 但是今天也死了 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 他说 而你据红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成了肉身之体 为什么耶稣基督 借着肉身而死呢 他要证明一件事情 给我们带来一个安慰 就是他死了 跟我们一样 肉身死了 但是他复活了 为什么 他复活之后 要赞助他的这个败坏 他长死前的 就是魔鬼 亲兄姐妹们 拉撒路死了 复活了 他还没有战胜过魔鬼 至于耶稣基督 他战胜了魔鬼 所以今天呢 我们可以 对面来说 凡相信主名的人 我们今天 因着他的复活 因着他战胜死亡 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战胜过死亡 阿们 所以耶稣不再死 而且耶稣得到的荣耀 阿们 所以同样的 将来我们也是一样的 好 我们来看 你可能在问说 那么我将来复活之后 我长得像什么样子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复活之后 你长得什么样子 圣经怎么说 很重要 记得刚才我问你们 有没有几岁吗 你们几岁吗 这里没有一百岁的 没有 有没有一百岁的 家里没有一百岁的 没有 圣经里面在 以赛亚书65章这么说的 他说一百岁是baby 所以告诉旁边说 你是baby 65岁啊 是baby啊 一百岁是baby 历史亚书65章 二十天 他说 他说他那百岁的人 都是孩子 我们知道孩子是几岁的 所以我们都是孩子 对吗 所以孩子是不是皮肤 蛊蛊的 皮肤是不是很润润的 对不对 意思说你复活之后 你那些皱纹都没有啦 告诉旁边你复活后 皱纹都没有啦 全部滑滑的 告诉他滑滑的 不用涂粉的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这样的皮肤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啊 他一百岁都是像小孩子 一百岁还是很cute的啦 所以为什么叫你们抱抱 一百岁还是要抱抱 以赛亚书46章里面告诉我们 说到老啊 你到老啊 在说到你老的时候 耶和阿神说 他还是要抱抱你啊 以赛亚书46章说 你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 他已经认识你 一出母腹的时候 他就抱抱你了 阿们 所以你复活之后 就像亚伯拉罕一样 像拉撒路 亚伯拉罕抱拉撒路一样 你复活之后 告诉旁边说 你复活的时候 神第一个要抱你 哎哟 神要抱你啊 不单单是那个 狗狗白白 好baby 神要抱你啊 所以他说呢 在哥林多前书15章35节 他说会有人问 死人怎样复活 带着怎么样的身体来呢 或许这也是你的问题 或也是我的问题 我复活之后 我会想什么 千万不要 跌入一种的 谎言 你做好人 复活做人 你做坏人 复活之后 变狗 那么你要做好的狗 守门的狗 中心的狗 将来下一次的时候呢 就有机会回去做人 不要被这种 黄花片的 我们不是这样的 你怎么好 怎么好 有些人说 做人太苦了 还要再次下 下一次轮回的时候 还要叫我做人 我不要 那么你要做什么 做昆虫 还是要做这些鱼 我复活后 我要做一只大鲸鱼 在海里面 不要来摇去 所以请你死了以后 把我的骨灰 放在海里面去 所以有可能 我的骨灰 摒在海里面去的时候 将来呢 我会变一只大鲸鱼 不懂从哪里来的 那不是神的话 那不是耶稣基督的话 那不是圣经的话 那是无所八道 不是真道 告诉朋友 那是无所八道 我们要听的是真道 我们主耶稣说 我就道路真理生命 阿们 借着祂的 我们能够回到父那里去 跟祂一起夹斗 跟祂一起吃饭 一同复活 复活之后 不要去那里受苦 复活的时候是快乐的 阿们 吃饭是不是快乐的 吃饭我们快乐 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15章 42节到44节 我们希望今天结束之后呢 基兄姐妹们多一点去 等下谈话的时候 谈多一点 我要复活了 我死了一定复活的 告诉朋友 我死了一定复活的 复活永远不会死的 死了以后 我要变成小孩子 皮肤滑滑的 我复活之后 要跟耶稣一起吃饭 你要不要去 所以我们就不怕死亡了 我爸爸 我妈妈 信主 信主的时候 他们的死 都是何等的美 我爸爸 在1980年 就中12月的时候 就中风了 中风之后 开始就很惊怕 因为他时还没有开口 节制 相信耶稣基督 在医院里面 就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因为他中风 64岁中风 然后呢 中风之后呢 一直哭 一直哭 他不会讲话 因为讲不出来了 但是会看字 我记得我就写字给他 爸爸 你是不是害怕 他说 一直点头 就问他 你是不是怕死 他点头 我说 你不是怕死 你是怕死之后 你不知道去哪里 他点头 我说 你曾经跟我一起去过教会 你听过道 你知道死了 去哪里 你知道吗 他点头 我说 现在你要接受 主耶稣基督 做你的救主吗 因为你知道 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去哪里 你相信吗 他点头 后来我就告诉他 现在 我讲一句 你听了见 你点头 然后 跟我一起点头 说阿们 我要耶稣 我接受耶稣 1970 1980年 我再讲是 1980年 12月28号 我带了 你我爸爸 劫之信主 后来他说 一直 他就开始 眼泪停了 脸上开始有笑容了 那么 要讲出来 要跟我讲话 讲不懂 但是我大概懂 他的意思 我说爸爸 你想回家 他说是 我就借他 从医院里面 借他回家 医院要我签一张字 就是 回家之后 你要全权负责 如果你爸爸有任何 就在那时刻 死亡的话 你要负责 我签字 我负责 我帮我爸爸 接回家 1980年 12月28号 他回家了 回到家之后 我们就为他洗澡 洗澡之后 他就在那边 要讲话 我们知道 他想吃东西 但是根本 他就吃不下 但是我们还是 给他尝一尝 他想吃 然后尝完之后 他就躺在那边 睡了 一睡 过了 到了1980年 一月 12月的31号 为什么要讲 这个日期 讲得这么重要呢 原来是在 1980年的 12月31号 是我 跟我太太的 订婚日子 他就在那里躺了 三天 到了1981年 1月1号 少上10点 在那里 刻了两声 我来自大家庭 我有10个兄弟姐妹 9个在旁边 另外一个 因为在家里 还没有赶过来 参加我们 我们9个在旁边 听了爸爸刻了一声 我们就走过去 一看 爸爸刻之后 就 一点动作 声音都没有 我们开始一摸 就知道 他已经被借走了 我爸爸 虽然在那里昏迷 不行 但是他知道 必须忍住 过12月31号 因为那是我儿子的 订婚日子 我不可以找走 那是上帝的恩典 我妈妈也是一样 我妈妈 身体非常好 到了90多岁 但是我就召集 我在家里的兄弟姐妹 在礼拜天晚上来我家 然后我们就开一个会议 我还被我姐姐骂 妈妈还没有事情 医生刚刚检查 身体没事 你搞什么的 要讲这些事情 我说这个事都是要迟早预备的 我说我们每个人都要预备好 因为妈妈什么时候走 我们不知道 我们要做好 因为我们家里10个兄弟姐妹 有的不在新加坡 有的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孙子 外孙 内孙 所有的名字写下来 就在今天晚上必须写 我记得我的大姐 她的女儿 儿子都在美国 有的嫁给韩国人 女儿嫁给韩国人 我们就在那里写 总共写了82个名字 如果那天不写的话 怎么办 要写错怎么办 所以每一个名字都确定 是没有错误的 我们就写了82个 当天晚上就做这个功课 做啊做啊做 都完之后呢 那么我们就说 要什么样子行婚礼 因为我家里那时候 我是第一个信主的 后来一个一个的家了 我家里就差不多 50%信主的 还有50% 大概50%还没有信主 那么必须来了解一下 你们要起行什么善意 那我的姐姐们就说了 她说 爸爸既然是 起行基督徒的善意 那么妈妈也要 起行基督徒的善意 对不起 爸爸的 是已经信主了 他们知道了 但是他的骨灰 因为那时候 我哥哥们做写定 要把它放在庙里面 但是因为我妈妈 后来信主了 我妈妈信主之后呢 就跟我的家里人说 将来如果她死的时候 她的骨灰 要跟我爸爸的骨灰 放在一起 而且不可以 放在那个庙里面 要放在基督教的 坟场里面 因为我母亲的一句话 所以呢 我家里的人就开始 就开始做决定了 她说妈妈说的 那么就 妈妈起行基督教的吧 我们就决定了 当天我们做了 这个决定之后 大概各自都回家了 就在各天凌晨 大概六点十五分 我妈妈是跟我的大弟 住在一起的 我大弟就打电话给我 她说 早晨妈妈已经走了 你可以看见 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 有特别的恩典 连他的整个的上礼 要几时要走年终的时候 神都特别的健库 所以这是不是 我们的神多么爱我们 所以我体会到神的 他的真实 我的业父也一样 我业父 跟着我一起去非洲先教 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 就在非洲的时候 看见我们的一个弟兄 他前家人 到非洲去先教 他那种爱 感动了我的业父 后来我业父在机场 飞机还没有起飞之前 我们在那里沟通谈谈之后 他也接着信主 现在我业父 我业母也信主 那我业父要信主的时候 他的过世也是何等的美 他在医院里面 医生说 已经不行了 然后怎么办呢 他的女儿大女儿 他的小儿子也在美国 那么业父就 在那时候我说怎么办呢 我跟我太太去祷告 我说你放心 神很爱你 爱我们的家人 他一定会等到你的哥哥 你的姐姐来新加坡 然后才会把你爸爸接走 我就看到这个见证 他们就回来新加坡之后 三天之后 我的业父就被接走了 兄姐妹们 你看看神对我们的生 是这么样的看重 他对我们的死 也是非常的看重 神这一死后的也是看重 所以我们这个人死了之后 圣经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的 所重的必朽坏 复活是不再朽坏的 一起来说 复活是不再朽坏的 一起来说好吗 复活就不再朽坏了 我们这个肉体 现在会不然 复活之后是不会的 一百岁还是滑滑的 告诉他妈妈 一百岁还是滑滑的 因为孩子滑滑的 我们的身体 他说是不会朽坏的 不只是滑滑 而且是不会朽坏的 他说所重的 是有羞耻的 复活是荣耀的 现在我们还有一点点 感到羞耻 没有头发 没有头发 要去重头发 头发还要揽头发 觉得很不好看 还要去什么 打那种什么 营养树 不用了 不用了 全部不用了 他说我们很多的软弱 但是复活是强壮的 阿们 请问在天上 有没有做轮椅的 有没有 在天上 有没有三高的 高血压 刚好 病高血糖 有没有 告诉我旁边 没有 在天上 有没有需要戴眼镜的 没有 要不要去补牙齿 不用 所以恭喜旁边说 不带软弱了 全部都好了 全部都好了 也需要拿拐杖吗 这样就不用 现在暂时地上 没有几年拿黑了 去那边 全部不用拿的 全部乱落的 变为强壮了 但是 这边有一个谜 是我们很难解开的 这些强壮 这些东东的 但是他说一件事情 他说 我们这个身体 是血气的 但是我们复活的时候 是属灵的 Amen 是一个属灵的身体 所以呢 是不再一样的 所以这个复活里面 一个身体 我们现在不能够完全明白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点点 例如 例如 一粒种子 小小粒粒种子 一种下去之后 此啦 长成一棵树 如果是果子 种下去之后 不只是一棵树 还长出很多的果子来 对吗 所以这个树 我们不能够了解 我们这个身体将来会变成怎么样子 但是从种子 我们大概懂一点点 就是这样 本来是种子 复活之后 变成一个树 本来是种子 复活之后 还种下去 死了以后 变成很多的果子来 这个我们可以懂一点点 然后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蝴蝶 有没有 蝴蝶是不是毛毛虫啊 你看的时候 是不是很可怕 对不对 你不敢碰他 是不是 你要打死他 是不是 但是如果他变成蝴蝶之后 你会怎么样 哎呦 来来拍照 他停在我这里 哎呦 他停在我头上 哎呦 太可爱了 快点拍啊 快点拍啊 复活之后 也是这样的 复活之后 你看这个人很可恶的 复活之后 他不会可恶的啦 那个杀人犯 复活的时候 像baby 好可爱啊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告诉旁边说 你复活的时候 很可爱的 所以有时候 你看到一些人 很可恶 很可怜 但是我告诉你 复活的时候 不一样的 现在很落落 但是复活之后 他是很强壮的 所以我们开始 明白一点点啊 原来复活是这么好的 Amen 虽然怪不得 保罗说什么 他说生跟死之间 我宁可死啊 因为那里好得无比啊 但是我留下来 是对你们有益处啊 Amen 但是我还是要面对事实 有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怕啦 不要骗自己啦 但是呢 我们可以慢慢的 从神的话语里面 产生力量 Amen 那我们再看一件 很重要的经文 在 《贴撒伦家》前书四章 十四节 我们一起念好吗 来 我们若信耶稣 神 用一个字 注意看啊 神也必将他 与耶稣基督带来 那个叫做什么 一起来说 大团圆 Amen 我们复活之后 是一个大团圆 一起来说 是一个大团圆 Amen 所以 当我们一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不要以为只有我们复活 原来所有死的人都要复活 但是不同的地方 一个是大团圆夹斗 吃饭 吃饭 另外一个呢 是赤火 圣经说的 在那里的时候 那个永远的火 在那里说的 他的虫是不会死的 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 耶稣基督是复活的 跟他一起吃饭 我们也要同时相信 有天堂 也有意义 有时候我们不大能够接受 讲这种 觉得好像 叫人家惧怕的 来威胁人的 其实我们讲的是真实 我们不需要吓人 神的话是可信的 但是神给我们一个盼望 就是现在 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主耶稣的话这么说 圣经这么说 一起来念阿玛 你若 猴里 任耶稣为主 心里 信 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救必得救 我们刚才到现在 我们讲到的过去 历史 旧业里面 神怎么叫 天父怎么叫 死人复活 我们新业里面 也看到了 耶稣基督 怎么叫拉撒路 复活 但是这两个复活 人还是肉身的复活 还是会死 直到耶稣基督 他自己说了 他自己也死了 但是他从坟墓里面 第三天 从坟墓里面出来 而且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 而且是不再死亡 他就把一个真理告诉我们 反正相信他的人 我们不是像旧业的 我们也不像那个拉撒路的 我们是像主耶稣基督的 我们信他的人 也必定要复活 而且得到是一个不能够 朽坏的身体 而且得到是一个刚强的身体 阿们 但是怎么得到呢 他说只要你信 你口里认 耶稣基督为主 信 心里信 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今天我们要做一件 很确定 很肯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 口里认为耶稣基督是主 阿们 或许我们曾经说过 或许你从来没有说过 但是今天 你听了这个信息 你要复活吗 你要有一个永远的身体 不朽坏的身体吗 我要 你要吗 你要吗 你要跟你的家人团圆吗 当你复活之后 你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 我们要一家人团圆 阿们 这是你要的 这是我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 要一起的站立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来确认 我们的信念 阿们 所以我们要回到 我们的使徒信经 我们请 我们同工把使徒信经 打出来好吗 还是我要回去一下 我们一起站立好吗 然后起起我们的右手 然后一起来宣告 来宣读 这是我所信 使徒信经 预备好了吗 我们要很大声 很肯定的 读 读给到自己听得见 明白吗 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好 我们一起来读 好吗 来 一二三来说 我信我信上帝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第三天 第三天 从十里复活 他升天 坐在全能部上帝的右边 将来 必从那里 我也必复活 哈利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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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谢 老师的教导里 敬拜 看到一些少年